艾飞惨白的面容 让老流头内心有些发怵 但面对尸体身上 价值连城的珠宝 老流头不管三七二十一 随即不由分说 将价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 将珠宝全部取走后 他轻轻捧起艾飞的脸颊 果不久 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出现在艾飞的嘴里 北京石井山挖出 2000年前西汉古墓 墓室内不仅出土了豪华的陪葬品 还挖出了 象征皇权地位的 皇长提凑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 但令专家震惊的是 专家打开墓主人的棺果时 竟发现墓室中空空如也 而墓室内发现其他陪葬品 都没有象征男性地位的器物 墓葬中 却发现了具有女性为代表的陪葬品 难道说墓主人不是皇帝 而是皇后 那作为女性 最让专家不能理解的是 为何死后千年 会被人从棺果中脱拽出 抛弃 甚至死后还被人砍掉了双脚 要知道 我国历史上 还没有哪位皇后 是没有双脚的 难道说 是死后 被人偷偷砍去了双脚吗 砍走双脚的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皇家的墓葬也有人赶到 不过专家在对古墓挖掘的时候 确实发现了一些古人遗留下来的稻洞 那古墓到底是谁 那就要从一伙盗墓贼说起 1999年的一天 北京石井山地区 一伙盗墓贼不知怎么从哪里发现 一座土坡下竟是一座古墓 为了能够挖开古墓 这伙盗墓贼整整在附近挖了大半个月 而且挖出来的泥土也堆成了小山 被附近的居民反应道派出所 这才被考古队引起注意 经过民警蹲守 这伙盗墓贼全部落网 为了保护好文物 专家决定对古墓展开抢救性开挖 令专家没有想到的是 这居然是一座超级豪华大墓 首先来说 单单墓口就有24.5米 墓道更是惊人的26米长 要知道 在古代这是什么人 才能拥有如此豪华的大墓 这也预示着墓主人身份显赫 一定是当时的权贵 当古墓刚刚开启 专家就发现了一件让人惊讶的宝贝 一件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的漆案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就是一件普通的板材 只不过是用黑漆涂抹过 但在专家鉴定后得出 这件宝贝 可是由天然漆树漆涂抹而成 板材也是罕见 曾经古人就用 制作一个酒杯的外圈 就要花费100人的力量 而制作一块屏风 则需要1万人 所以这件漆案 在当时绝对是奢侈品 所以在当时给专家带来了不晓得古武 大家都说 汉代石墓九空 而这次刚刚进入墓道 就发现了罕见的漆案 那么古墓还能出土什么珍贵的陪葬品呢 正当专家极兴奋又紧张的时候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了过来 就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具失去双脚的女尸骨架 艾飞惨白的面容 让老流头内心有些发怵 但面对尸体身上 价值连城的珠宝 老流头不管三七二十一 随即不由分说 将价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 将珠宝全部取走后 他轻轻捧起艾飞的脸颊 过不久 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出现在艾飞的嘴里 北京石井山挖出 2000年前西汉古墓 墓室内不仅出土了豪华的陪葬艇 还挖出了 象征皇权地位的 皇长提凑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 但令专家震惊的是 专家打开墓主人的光果石 竟发现墓室中空空如也 而墓室内发现其他陪葬品 都没有象征男性地位的器物 墓葬中 却发现了 具有女性为代表的陪葬品 难道说墓主人不是皇帝 而是皇后 那作为女性 最让专家不能理解的是 为何死后千年 会被人从棺果中脱拽出 抛弃 甚至死后还被人砍掉了双脚 要知道 我国历史上 还没有哪位皇后 是没有双脚的 难道说 是死后 被人偷偷砍掉了双脚吗 砍走双脚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知道 这具尸骨摆放十分诡异 就像是生前遭受过酷刑 而且 他躺着的姿势 还是面部朝下 脑壳上明显有一块被人砸开的痕迹 而这座西汉高贵古墓 出现残缺尸骨 显然很蹊跷 专家最初认为 是盗墓贼分赃补军 将同伙给杀害在墓道中 正当大家怀疑的时候 专家那边已经传来消息 尸骨经过鉴定 是一位女性 而古墓中 虽然没有出土大量的黄金饰品 但女性日常用品 还是完整保留下来了 这就完全可以得出 墓主人就是这位失去双脚的皇妃 与施骨骼检测结果 可以得出女子在死亡时 只有三十来岁 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 但专家却给出了两份不同版本的报告 一份是说明女子是汉族人 一份报告显示女子是白种人 这让专家对这座千年古墓中的神秘妇人 产生了极大的争议 爱妃惨白的面容 让老流头内心有些发怵 但面对尸体身上 价值连城的珠宝 老流头 不管三七二十一 随即不由分说 将价值连城的珠宝套在自己脖子上 将珠宝全部取走后 他轻轻捧起爱妃的脸颊 果不久 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出现在爱妃的嘴里 北京石井山挖出 两千年前西汉古墓 墓室内不仅出土了豪华的陪葬品 还挖出了象征皇权地位的皇长提凑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哪位皇帝 但令专家震惊的是 专家打开墓主人的光果时 竟发现墓室中空空如也 而墓室内发现其他陪葬品 都没有象征男性地位的器物 墓葬中却发现了 具有女性为代表的陪葬品 难道说墓主人不是皇帝 而是皇后 那作为女性 最让专家不能理解的是 为何死后千年 会被人从光果中拖拽出 抛弃 甚至死后还被人砍掉了双脚 要知道 我国历史上 还没有哪位皇后 是没有双脚的 难道说 是死后 被人偷偷砍去了双脚吗 砍走双脚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墓主人身份 专家特意将妇人尸骨送到 科学研究所 请当时研究人体DNA的专家进行分析 用科学的方式来辨别妇人的年代和种族问题 经过科学家的再三分析得出 该妇人复原后的三维图 从面容来看 这完全符合我国古代中原地区 女性特点 高高的鼻梁 宽宽的嘴唇 虽可以还原女士面容 但经过两千多年风霜腐蚀 和盗墓贼的动扰 完全找不到墓之名 所以当考古结束后 也没得到答案 但从古墓形式来看 这肯定是一座皇室家族墓 而北京在西汉晚期 只有当时的刘顺或刘皇 刘顺从小就不听管教 长大后更是交代多吟 正值风华年少就病逝 享年39岁 所以专家都觉得 这具两千年前的女尸体 就是刘顺的王后